这个雨可能要下很久哦 这个雨下的真的是一片狼狸 刚刚打包好了 现在底下又要忘箱子了 上面都没事 就是底下那个水流下来 然后剩到箱子底下去了 又要忘一次 真的是麻烦 刚刚准备打包完 就这样子了 这个快递车要是来早一点的话 都不用那么麻烦了 要把这个棚重新搭回去 说不定晒一晒它又好了 晒一下因为又好了 现在要把这些 没有被淋的 搬到这边来 这淋湿的那些要扶进 扶进挂了一个箱子 刚刚下雨 现在又晒了头都疼 所以说呢 这个天气 好麻烦了 表妹 搞点萝衣 冻筋 要调点这个岔的 我们自己吃的都是这个岔的 表妹 嗯 你看在这边待多久 你待久一点才有洞梨吃哦 待了不够久没有洞梨吃哦 我们挑这种小个的 做洞梨吃 这个可以不要 这个小小个了刚刚好 咱们这一个梨说真的 动过做洞梨这个不是坏的 这个这个是可以做的 咱们这个做洞梨真的很好吃的 因为它里面的汁水很多很多了 冻过以后再解冻 连续三次 三次这样子就可以解冻出来 直接吸里面的水分了 好爽哦 开始了 这里面我们已经冻了好多 在这里面了 这个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等它冻硬了再解冻 解完冻再冻它 连续三次 到时候就直接可以 吸那个果汁了 比那个冰激凌好吃多 纯正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梨汁哦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摸起来它很软很软的 现在还不够好 这个还不够好 这个 剥开一点点 扁了 冻的不够 要连续做几次才行的 现在我们这个梨呢 我打算 一箱 搞一框 给我爸妈 还有一框给我哥 一框给你爸妈 到时候表妹回去的时候 搞一框 那就没有了 那才卖什么 一框太多了 吃不完 吃不完 一年只吃一次 下次想吃要等你一年 一框太多了 我觉得 好多一点嘛 以后没得吃了 真的这个里 咱们这个里 真的很嫩很嫩的那种 很好吃 你看我这样 那你都没不用卖了 那你卖个屁啊 你就算那一点 还能卖个十箱 应该还能卖得了 还有十箱左右吧 这个应该比冰激凌好吃吧 哇 这样冻的真的好吃 牙齿受得了吗 要解冻了直接吸 那个水才醒你 天气热 这样吃也好 要不老是去吃冰棍 要不要试一下 我不要 我刷牙了